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如何在MT4软件中进行交易 首先我们看到这里是市场报价区 在这个区域中会提供给您所有的产品报价 选择您想要交易的交易品种 比如选择澳元对美元 点击右键选取新订单便可看到交易界面 这里还可以选择交易品种 下一步选择确认您想要进行的交易的手数 选1.23手 选择市价成交 在市价成交中 您可以选择在卖价处 卖出 或者在买入价中买入 我们在这里先选择买入 您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交易已经出现在图表当中 也出现在我们下方的终端区域上 另外您也可以选择双击交易品种 也可以看到 进入这个交易的界面 这一次我们选择交易500手 再次买入 系统会提示 因为交易订单太大 所以您账户的资金不够 或者也因为其他原因出现问题 您可以看到 您的交易是否成功 不成功的话 原因是什么 您可以选择继续进行交易 修改交易 并继续 不如选择 卖出 四手 交易就成功了